运到20是中国最新的军用运输机,空重110吨,美国运输飞机C-17环球霸王3比运20要大,C-17的空重比运20多约6万磅, 载荷能力也比运20多2.5万磅,但2015年停产,运20于2013年1月首次飞行,于2014年11月,在第十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展上亮相,据房屋博客报道,中国航空企业增加了新的运20坤棚重型军用运输机的产量,运到20是中国版的C-17全球霸王。 6月12日商业卫星拍摄到的图像显示,新型运20坤棚运输机,继续在西安飞机公司的高水平生产,总共发现9架运20飞机,其中7架是新建的。 2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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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